马代自什么 关于马代的字在正史中没有记载 民间流传的有自德山 伯瞻 仲华 马代是三国时期属汉名将 马超的从弟 公元211年 马代追随马超与同关大战曹操 兵败后退军回到陵上郡县 不久后 两人投奔汉中依附张鲁 但遭到张鲁手下的嫉妒 想要加害他们 不得已 两人辞官前往蜀地 恰好在路上遇到了刘备 两人就起了归顺他的念头 后来 马代跟随兄长一起攻打成都 不到十天 驻守成都的刘章就投降了 在马超去世后 马代继承了哥哥的爵位 成为了马家家主 诸葛亮去世后 魏妍 杨仪争权 马代奉命斩杀魏妍 使蜀汉的局面控制下来 次年 马代率领军队讨伐魏国 但被打退 不久后 马代病逝 葬于蜀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